對 好 來 看一下這個 然後這個是就是超好用的 因為它皮膚軟 所以我買了好久 然後它妝很 這樣看起來很小 可是我可以妝超多的東西 你可以放一些隨身的化妝 而且我覺得這個很好 這幾乎都可以當作化妝包 對 化妝包 Bibi好喜歡這個 可是我怎麼樣都不會讓給她 我覺得這個也很適合妳 對 我很喜歡這個 因為它有一點膠氣 你知道那種膠氣就是 我很 我很會 對 你知道那種 不是 我很高檔的 對 然後又黑色的 然後這個大 這種大小的 這個很可愛 這個我也很喜歡 這個我也好喜歡 這個太可愛了 我那時候太可愛了 偷我朋友去大部分 我有一個喔 真的 是大不了啊 那是鞋杯這樣子 妳怎麼沒有帶呢 在我姐還沒忘記了 她還買過 她還買過竹節包呢 真的嗎 她試試打嗎 妳要什麼玩嗎 會打對的 這個沒有提過嗎 這再也不用 我提過一次而已 喔 竹節包 她很會亂買 這個很可愛 這個任何人用都OK 可愛 很可愛 對啊 妳也好適合 對啊 裡面都裝了點東西 妳看又是她的 好可愛喔 又是她的 還沒這樣子逛街 我就是穿牛仔褲 我跟你講我這麼多年喔 LV的設計喔 除了村上龍那一次 我覺得最好是這個 整個牛仔褲系列 上龍那一次我不知道 拜了多少錢 對 平常那是櫻桃栽 但是這次之後 我覺得她做的最好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是實用 所以上龍那個系列 沒有那麼實用 而且這很年輕 對 而且這也比較輕 最好輕就是牛仔褲 這真的隨便 然後她還有好多的系列都好 對 嗯 好 然後呢 換實力 實力 這個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 喔 我知道 那是PIMA的那個編織包 那個Bataka Veneta BV包 BV包 而且還巴士這個笑話 怎麼了 因為我去逛的時候 妳跟她講很好 她今年編織包好紅喔 對啊 好棒 像是妳們那個笑話 我們去逛 然後遇到那個群露裡面 然後她就一直說 然後我在逛那一看 對 然後在群露裡面 她就說 Good taste 然後我跟我說 這品牌不是B開頭 怎麼會Good taste 怎麼是G呢 然後我一直在找哪裡 有B開頭的字 然後找不到 後來我就問她說 這品牌是Good taste 我就記得它是B開頭 然後搞飯店 又來跟妳的字 妳品牌很好 妳品牌很好 妳在我丟妳這個品牌 是Botica對不對 對 Botica它青年的高跟鞋 超漂亮的 這好妙喔 這是Hermes嗎 對 可是我不會這樣子拿 我一定是 因為我聽一個朋友講說 這樣子拿是一件很土的行為 所以我就不敢這樣放進去 然後我都要這樣子放 對 這樣子這樣 蓋住 然後也是低調啦 這是一個布 這是一個低調 這個Hermes很可愛 對 然後還有大的 對 然後還有大的 而且它跟以前不太一樣 Hermes以前是長四方式 對 方方正正的 它這個有點小水餃包 對 它還有出一個很很短 然後很長的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拿來放 就是化妝品啊 礦泉水 然後人家瞄到一點點的時候 就還滿有要去做秀的感覺 其實它 不是要去上那種model的秀 它這容量還可以增 超可愛 這真的很像明摩用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 這個也很好看 這個也很好看 因為我不打 Good taste Good taste 因為這牌子又變成雞開頭的 對 這笑話真的很好笑 這是Chanel的耶 可是因為我怕它很大的Logo 因為我會覺得很害羞 所以我就會很低調 這個 看不出來 可是我跟你講它這樣子 如果它這樣穿 它拿著包包 就有搭到一點點色系 我會覺得它 真的是Good taste Good taste 因為它 不小心讓你看到它有選擇 就是商品的一種 怎麼講 就是對自己很了解 而且它的環扣很棒 你看 很像做那種 很像摩托車 一個螺絲 這個 現在 很少有這麼帥氣的 對 而且它這塊好可愛 好像一個開關器 對啊 超可愛 超可愛的 從包包可以看出 每個人的個性 對 每個人喜歡的話 你看一下 所有女生都心動的可愛小鴨包 我喜歡這個 超可愛 對啊 它最可愛 而且它裡面是防水的 它裡面是這種草紅色 哎呦 好型的 其實我覺得它好可愛 對 而且它裡面還有寫 這邊是放書籍 這邊是放Lotion 因為它寫的 好可愛 對 之前看雜誌我想要買那個 Niko Kimen 拿那個YSL Muse包 Muse包 對 我東西很多 就包包被狗躺 對 它的狗躺在它包包上面 那沙發上都是包包 然後狗就在上面這樣子 那你怎麼樣 6萬塊它包包在那裡 你不要忘了 它的狗也是名牌耶 對啊 那你怎麼樣 你接下來要不要挑戰那個 沒有啊 因為我之前沒有 之前有看到那個 袁冰他寫真心 然後他提起一盒 好像是牛仔的薄金包 很好看 而且很大 牛仔薄金包可以用作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聽得太好看了 然後他上面還給我綁了一個 那個他自己的格子襯衫 然後就 整個人搭配很好帥 就是不經意的名牌 沒有 Ella主要看說是哪一個 男藝人拿著什麼包 你看嘛 他的風格比較不行 我來你也 你扮男裝好帥 好啦 到底明年呢 因為我們剛介紹其實都是 比較低調的設計師的包包 可是事實上呢 各大品牌啊 在這一兩年當中啊 還是會有一些基本款 是上班族最喜歡的 我們最後就來看 日本上班族 跟台灣上班族的最愛喔 這個 跟那雙鞋呢 在這裡 這個那個 魚的那個 在這邊 這個才是一模一樣 這一模一樣 天啊 對啊 我們現在看到都是系列 請大家要用一套的時候要剩三絲 對 千萬不要整套穿 對 這個其實就是上班族的最愛 而且現在其實在台灣也是一樣 就如果大家要考慮 真的是要到過年的時候啊 老闆要送包包或什麼的話 就盡量送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真的是現在最受歡迎 還有萬一要送女朋友的話也可以 因為其實這個包包的牌子 價位沒有過分的高 對 還算合理 然後也蠻耐用的 然後也很輕這樣 所以其實上班族的最愛呢 現在就是這個款 竹傑包 這超可愛 這是什麼牌子 這個牌子是Pinker Lincoln 對 它不是什麼大牌子 他說當亞當遇到夏娃 為什麼呢 因為有兩顆蘋果 他們是蘋果 是蘋果 是蘋果 他們說的 它做成像蘋果 可是其實這是蘋果 好難便捷喔 就是有一點幽默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很可愛 對啊 而且它很像花 它裡面是這種桃紅色 而且是透明的 就拿來裝小內衣小內褲啊 真的 拿出來就好 好有眩泥的色彩有沒有 你看喔 你看它不是大設計師 所以它裡面 這邊又放tea bag的內褲 這邊放蕾絲小內褲 然後這邊放那個胸罩 然後這邊放小蟹衣 它拿出來這樣 什麼都想好 你都想好 這是你的 上面寫著我的名字 對 上面寫著我的名字 除了小鴨鴨有點過分可愛之外 其他都還好 它不是什麼大設計師 所以你看它所用的菜式 都非常年輕化 包括它的菜式 對 可是我覺得它好可愛喔 對 而且它裡面還有寫 這邊是放書籍 這邊是放Lotion 就是它寫的那個 超可愛 現在這也是當紅 當然可以趕快搶走 真的喔 好好去買 好 那今天介紹了非常多 06年春夏的鞋子 還有這個 紙包 然後今天SAG也幫我們示範了 很多他們喜歡的鞋子 那怎麼樣今天 好爽嗎 爽啊 他應該很開心吧 整個發展出J-Lo的那種 整個在大跳業舞 你把他還給人生間的定位了 新的舞台 我好害怕喔 這是對的嗎 沒有 以後Ella沒有藉口說 我不能穿高跟鞋跳舞了 對啊 你們不能穿高跟鞋跳舞了 對 好 今天非常謝謝小詩老師 也謝謝AVC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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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